国足在上一场比赛中输给了卡塔尔,而球队后防线的低级失误,给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冯萧婷的表现令人颇感失望,他的多次失误让球队后防线不断遭受冲击。 而这场比赛中,李皮选择继续信任这名32岁的老将,然而,冯萧婷却在次出现连续失误,堪称李皮今天比赛的最大半比,在这场比赛中,冯萧婷多次主动参与到进攻中,但是他在后防线的表现,却仍然存在诸多漏洞,可以说,连续的作战让这名国足中尉一定力不从心, 在下半场比赛第75分钟的时候,冯萧婷就在后场解围出现失误,显现酿成大火,而77分钟时,他又在一次后场拿球过程中,无人压迫的情况,下将球踢出了边线,动作已经变形,可以看到,冯萧婷已经累坏了。 果不其然,在比赛第77分钟的时候,冯萧婷组织的后防线出现了巨大漏洞,球队后防线在他的带领下出现了造约为失败的情况, 对手直接形成单刀机会,好的严峻林神勇出击,将对方的射门倒了出来,力保成门不失,否则中国队就又将拖下一场败仗, 要知道,把连队这次进攻机会,是全场最好的进球机会。 比赛来到第88分钟的时候,冯萧婷在后场出现了玩火的情况,上一场比赛冯萧婷就是在与塔塔尔的对决中多次出现后场的随意传球, 导致后防出现问题,这次冯萧婷并没有吸取教训,他在后场接到队右船,球后,转身缓慢,而且没有注意到对方球员的拼抢, 被对手在威胁位置完成断球,直接发动了反击。 其实在这场比赛中,冯萧婷还曾有过一次后场的长传球找吴磊, 只可惜他的传球浅显出了底线,让吴磊拼尽全力才向球救回来。 很显然,这是一脚传球失误,这脚法再次说明,冯萧婷真的累了,连续的低级错误出现, 32岁的冯萧婷却成为球队两场比赛的后方绝对核心, 这的确是理系容人上的一大失误,老球中超球平。